对长城到底怎么看 千百年来人们有不同的评价 孟江女当然是个重要的角度 但是评价长城不能只从孟江女的角度 孟江女库长城是个角度 很催人类价的故事 但是你要看一个社会 看一个时代 看一件事情和历史之间的关系 孟江女不是唯一的角度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过去坚定的宠美 妹妹孔美千辛万苦到美国 在美国发展的还不错的一位先生 他关于美国这事的反思 就涉及到长城问题 这和孟江女库长城这个角度 是大有关联 今天跟您说说这事 或许对您有启发 这是一位坚定的宠美者 他现在呢老了 做的一个反思 比方说他就讲 他说911事件 和美国由911事件引发的精神错乱 改变了一切 大多数人都能看穿 纽约时报关于萨达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或伊拉克与911无关的所有的挑动战争的谎言 这个人他住在芝加哥 他说这个芝加哥发生两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交通被封锁了 然而战犯不实 切尼就国防部长切尼 还有拉姆斯菲尔的 以及希拉里克林顿 匆匆忙忙发动的这么一场战争 导致百万人死亡改变现状了吗 谁对这个历史负责任呢 在美国住久了越来越发现 很多美国人都很傻 很容易被媒体操纵 而媒体是被帝国操纵的帝国 是被帝国身后的那些深层的美国 影子政府当中的从业者操纵 这个人过去对政治很热情啊 虽然是华人 当然到美国嘛 变成美国人了 他说2008年的时候 我请假到加州去 加州那时候出选啊 我投票给奥巴马激动 为什么要投给奥巴马 因为奥巴马新人 演讲水平很高 我当时就是不想让战争贩子 希拉里获胜 当时我听了奥巴马的演讲 我相信奥巴马关于要变革 远离战争的信息 以及他承诺Yes we can Yes we can 我觉得一切是真的 但是我力挺的奥巴马 干了两届 后来的一系列事实证明 奥巴马只是华尔街和美国 深层政府的一个黑皮肤的面孔吧 奥巴马所说的别做惩事 只是意味着奥巴马 他只是要更聪明的对待帝国主义 幕后领导意味着授权中央情报机发动 从利比亚到叙利亚的秘密战争 而军工集团的宠儿 希拉里克林顿 则主持北约的无情的扩张 和重返亚洲 以遏制中国 这句子都很深啊 这位崇拜美国到极点 到美国生活拥护美国制度的这位华人朋友 他说呀 哎呀没办法 美帝国已经腐烂到核心了 他这个寄生虫 他举例说美国为了对抗苏联培育出来的 不拉登 反过来攻击了美国 他解释说苏联解体之后世界唯一霸主 美国本土被攻击 九一事件发生 后来去打伊拉克 那主要是基于一种愤怒 更多的是基于你小子拉登 河南人说那拉登 你敢在太岁头上冻土的丢脸 于是美国不可一世的疯狂的报复 后来入侵阿富汗也有理由了 入侵伊拉克 靠的是精心编织的这个谎言 入侵阿富汗呢 就直接穿着大靴子 打兵就进去了 现在一切谎言都被揭穿了吧 最近美国大兵是说是要彻底呢 撤离伊拉克 谎言被揭穿之后的美国 在全世界的声誉一落千丈 也让我们这些人呢 感到那么懊悔 年轻的时候那么幼稚 怎么就能相信 美国这个国家是个仁慈的国家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 莫须有的证明 莫须有的罪证就能够入侵任何国家 这就是美国干的事情 美国干的事情和原来的那些殖民主义的国家 老牌的殖民主义国家 有什么区别吗 所以美国的做法 让原来被殖民的国家记忆犹新 各位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些 是一个对美国崇拜到极点的 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 那个老华人他的一些感慨 这个华人是谁不知道 网上流传的这个不具名的朋友 说的非常坦率 认识应该说相当深刻 只可惜这些认识 还没有被现在国内的那些 被公知舆论洗了脑 洗脑几十年的各位先生们所认识到 告诉各位在我们就会中心理论组的朋友圈里面 经常有人转发一些域外的信息 海外的信息 基本成为好看 大多数的谣言加一策 主观一策 这谣言一策 可笑到什么程度 可笑到你懒得一看的程度 低劣 不讲逻辑 反制 太搞笑 当笑料都不配 当然这里面也有例外 海外有一个叫张赫慈的先生 我不知道他确切的情况或者住在什么地方 虽然来自海外 但是我觉得他的很多说法比我们今天在中国坚守意识形态阵地的某些大员的说法更有说服力 比方说张和思先生 昨天晚上他就讲了这样的话 他说我现在批判的全盘西化 我现在批判的民主万能 我现在批判的美国月亮更圆等等 这都是我几十年前就曾经坚持的 并且坚持到现在 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看事看得清楚啊 就是因为我们在美国生活呀 从病房里走出来之后 就有了一定的免疫力 张和思先生自己说 他和老一代的所谓异议人士 民主斗士 基本都有交往 现在啊 见行见远了 说不在块去了 张和思先生说 包括很多朋友都不理解 就我的家庭经历 为什么我不参加他们那种 极右翼的反华大合唱啊 张和思先生说了一句话 这就是我做这期节目的动音 张先生说 孟江女当然有钱骂长城啊 但是你评价历史 评价长城 不能只从孟江女的角度 说到这儿 我不禁鸡案叫绝 张先生 我很想认识这个人 有见解 同样是经历了历史上的 一些曲曲折折的事情 名人之后 道貌岸然的张某凡先生 就这位张某凡先生 前几天他还造我的谣来 他要打造自己的客观中立的形象 但是呢 他又涉于自己屁股底下那条 窄窄的板凳的影响 张某凡先生 扶不去心头之恨 忍不住 依扬怪气 说话的时候 你发现没有 长得很端正的面孔 总是有后槽牙 还有那个被我失明举报过的 中央民族大学的博士生导师 著名国学家赵士林先生 现在改名叫一介书生 他比张某凡先生走得更远 他每天破口大骂 他这个特点真是有意思啊 他喜欢把命尿科生殖系统的 大大小小的器官都起上不同的俗名 供自己恨打恨国的时候宣泄用 我想告诉各位 有些人是没办法改变的 比方说你在地铁上公交上 你发现有些老头大姐 叫年轻人让座 不让座 他拿脑仗抽人家 那这种人呢 我跟你说 这种坏老头傻大姐 很可能是脑子坏掉 革命王奶奶的说法 他们就蠢 但这个蠢很可能是脑血管软化的一种症状 精神症状 在这个意义上 这些人是值得同情的 但是张某凡赵士林不同啊 这些人有学问呀 见多识广啊 他们只是不忘自己的阶级出身 他们不忘自己的阶级仇恨 就是说 他们初心不改 反攻倒算 前些年 有一度这些人 研习毛于世教授的理论 以为自己有成功的可能 现在他们普遍颓唐 垂心丧气呀 因为大势已去呀 越发失望 失望使他们变得更加仇恨 仇恨到 没有办法保持心态平衡 以至于影响身体健康啊 这都一把年纪了 我很同情他们的健康状况 前几天我跟朋友去了他日本 给我开车的司机是河南省人 他在日本读了六年书 毕业之后留下来 跟同学结婚生子 日子过得小心翼翼 转眼就二十年 我有一大无一大跟他聊着 我说孩子都已经是日本籍了吧 他突然抬头看着我 没有不会我的孩子不可能是日本籍我绝不会让我的孩子入日本籍的 会啥呀 他讲了一堆重要的理由 大体是说 日本前三十年什么样啊 四十年前什么样啊 现在还什么样 日本中产阶级的收入一点没增长 日本年轻人都躺平了 这个社会根本就不像中国媒体上所美化宣传那个样子 他说这些年来祖国的变化已经把日本远远的超过在后边 他认定祖国的前途一定比日本更远的 他要把孩子送回国发展 哎呦本来是聊天 这聊的我有点感动啊 他感动我的不仅是赤子之心爱国之情 更重要的是明晓势力 小以大义看得清世界发展的大师 有人告诉我张赫斯先生是少有的探求真相和理性讨论的中文推主之一 不管你认不认同他的结论 那你可以看到张先生推论 他从来就没有胡编乱造人身攻击 但是张先生这样的人不多呀 有一些人例如张某凡什么赵志林这样的中文推主 还有什么被人称作七哥的那些开国元勋 都属于丧心病狂些 还有一些为了迎头小利宣泄仇恨 对祖国恶言相向的人 那帮人有大把的粉丝 还有一些人执迷不悟来 好了这期节目就说到这 我想认识张赫斯先生有人知道怎么联络吗 感谢各位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再见